大家好 我是阿海 我先在银南其境 朱街 基地区域5公里的地方找到農家小宴 是独门独院的 后面这个宴子 看来是红砖 外观一般 但是房子里面种了很多花草 房东说可以加乘加继 拎包肉煮 里面有卫生间 洗澡间 是阿森的小楼 这个地方基地朱街的集市 赶集 起快递 买菜 或者是菜市场有2公里左右 坐公交车是1公里多一点 旁边有一个大公园 环境比较好 虽然这栋房子是红砖 但是房子里面 它整体都弄好了 房东说是这两天有人租呢 他就开始加家计 把房子里面重新刷下白 院子也六七十平 后面一块菜地 有个二十平左右 院子跟菜地种的花 种的一些果树 房子后面这边是竹林 竹林初期 下面一条小河 看来外观旧 但是里面还可以 前年他刚找到的时候 房子很多杂物 收了几天 刚好收掉了 竟然是一大个厅 这个厅有个四五十平 下面是大类石的地板 房子是做过防盗的 这边就是一厨房 厨柜 这些都有的 水管也有 有垃圾淋水 这边进来是一个卧室 老年人可以住这一间也很安静 那个桥面有点花黄 防盗时它也开始刮白 要刮白 重新修上了 这里就是到后叶上楼 往这边 这里也是一个卧室 下面是瓷砖的 上面都是没有漏椅 水电正常的桶 这一间房东上它也堆杂物 要么它搬到旁边也可以 也可以做一个卧室 这个卫生间就超级大 有个泡澡的液缸 一个马桶放在那里 马桶下面是不能用 这边洗手池 梳张镜这里的 这个铁面是两道 一道防网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后院 后院它是六七十平 它种了花 种了草 它一年种这个极字树 用贝罗都背不完的 它现在种了很多花草在里面 你看 现在还有兰花开了 上面也有花 一年四季在这个院子里面 都可以看到花开了 猪街 这边是一个小房子 也可以做一个卫生间洗澡房 但是现在它堆了些东西在里面 很多柴 花盆在这里 放个杂物一样的使用 院子里面下面是有排水系统的 就可以排到后面 河里面 后门出来看看这里 这里就有二十瓶左右 出去就是稻田 水田之类的 这是竹林 这一片也可以用 房东也不重 反正有人住的话这边也可以 它院子里面是接着水管之后 水管就可以拉到院子 任何地方可以浇花 浇菜 看看上面就是中 中间是楼梯 也没是住房 床户很大的 现在我们上二楼 它一层的面积有100多坪 二层也200坪左右 上楼梯针对着要进去一个坪 是推拉门的 我右手边看过来 这边采光比较好一点 就是一个卧室 差不多有20坪左右 窗户都很大 很透亮 好 针对面这一间也是一个卧室 卧室就大一点 长形的 看那边 两边卧室看完了 现在进来只是一大厅 大厅下面都是窗户做过防盗 这大厅是长形的 有些柜子 桌子 还有一些高低床在这里 这一小间是对这下面厨房那间 面积一样大的 放杂物的 这边还有一个麻将桌在这里 这一间就是有衣柜 下面是瓷砖的 有点床 房东时候是有人租的话 他开始刷白 然后房子里面他还加上床 简单的佳计 这里面可以用的 现在阳台打开 上面呢 这边一道侧门 侧门是房东对着他家新房子 他是常年不住在里面 房子也空着 他很少回来的 然后这个小房子上面是有太阳能的 在这里可以用 看看周边 周边下面就是燕子里面 后面就是菜地 远处的是田边 再一广过去那边就是期间的时期 这边就是新农村 你看家家户户这个房子建的非常好 远处那就是南盘江 可能就几百米 这座房子下面有三个卧室 一个厅 一个卫生间 上面有一个厅 有三个卧室 还有一间小储物房 房东时候这个阳台的话 如果带着小孩的话 就不可以用 不带着小孩的话 正常也可以用 可以晾一下衣服 晒个东西 但是在这个燕子里面 可以晾衣服晒东西 采光很好 燕子里面挣了很多花草 种了一些狗树 环境比较好 后面也在菜地使用 房东说是他有人租的话 一万一年他就开始刷白 加简单的家计 床啊桌子板凳在里面 也可以做到简单的拎包肉种 但是如果不拆迁的话 一直可以做这 五年十年的话 长期都可以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